嗨,大家好,今天是9月18号 我想和大家谈一谈 就是现在在网上吵得很热的 就是中共在中国大陆发动全民抓台湾特务的这个事情 因为我现在,其实我就是有感而发嘛 那台湾特务,不管它是真是假 那我觉得其实中国大陆如果被台湾渗透 那么对老百姓,其实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对不对,因为台湾的,我们看台湾的政治 民众有选票,民众有免费医疗 民众有义务教育,真正的义务教育 有营养午餐,然后呢民众有社保 然后呢台湾的老兵呢有很好的那个社会保障制度 然后台湾呢也没有强差 台湾呢也没有各种司法不公 也没有警察暴力 也没有城管暴力 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中国大陆的人民 如果大家对台湾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 都会觉得台湾如果渗透大陆 如果把大陆变成台湾那个样子 其实对我们是好事啊 对不对 所以台湾的如果派出来什么间谍 那不是敌人 那是我们的天使嘛 那是我们的朋友 是我们的友军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呢不管 那当然中共发动这个抓特务 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因为我们知道它那个案例呢都是非常荒谬的 我觉得它的那个目的呢不外乎就是转移注意力 转移大家对那个中美贸易战和经济下滑不满的这个注意力 让大家呢炒木皆兵 动员起来团结起来 保卫主国保卫这个党 那么我在想呢 这个民意到今天为止 还能够被他们欺骗吗 大家拭目以待 谢谢